那人那生那身共闻 一朝踏入小鎮 听风听月听惊复阵 命运为爱我们 你却看岁月问梦 回念你付诸半生 红墙下空流云人 等夜深等永恒 若时间风云涌天下流亡 我随你通往 过千山行万将我爬满 幻莫伤化在岸 爱与恨太凌乱前抗聚丧 从你幸运为难 春秋长终能与你浪迹红尘 一旦 三皇子殿下 没有 三公主那些 没有 西市长 三皇子殿下 要不我们 家主 报告家主 三皇子殿下 调动了一列灰州府兵 谁 三皇子殿下 在四处寻找豫章王妃 去 请她过来见我 是 跟她娘一样 一辈子困在一个禽子里 殿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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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父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个问题应该我来问你才对 舅父 我 你还知道我是你的舅父 谢家是你的母族啊 子澹一日不敢忘 一日不敢忘 我看你是一日不敢忘那王家的妖女吧 阿妩与她父亲不同 可她毕竟是王家之女 更何况 她现在已经是豫章王妃了 子澹 子澹 难道你忘了你母妃的仇恨了吗 好了 明日便回京去吧 可是舅父 我 当日在京中谢家有难 阿妩曾抛去了一切 要与我离开 是我负了她 既已负了 便是 破京难远 覆水难收 不 子澹 如今我们谢家与那王家血海深仇 你 还妄想什么呢 是啊 我还在妄想什么 我只是想 她能一切平安 不想现在 生死为补 你 知道吗 我这次来 是接受了你父皇的密诏 回不回京 已不由的你了 各种缘由你自己看吧 少主 下来 少主 还是本人好看呢 还是本人好看呢 拜见丞相 惠州刺史无迁 丞相 王妃被劫 下官专程入京 特来向丞相请罪 丞相总是避而不见 下官只得守候在此 下官也未曾料到 竟会有歹人敢劫使王妃 下官已经下令 严加搜索寻找 定会救出王妃 请丞相 念在师生之情 还有多年来 吴谦对王氏忠心耿耿的份上 抬起头来 我只需让你知道 我女儿若真有三长两短 我要你吴谦全家 拿命陪葬 丞相 丞相饶命啊 丞相 丞相饶命啊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是真的有事要求见长公主 求求你让我见一见长公主吧 这位夫君我跟你说了几次了 我们家主身体不适该也不见客 此事 此事事关遇上王妃啊 我求求你了 让我见一见长公主吧 世子这么做实在太过分了 当初也是他们王家向皇帝求求 生生拆散了您根 如今 世子妃 婢子就是替您不平 拆散您原本的大好姻缘 硬把您娶回家 世子却把您扔到一旁 偏偏去测缘找那些个妖妾 现如今 竟然您这正主还没有戏 那朱颜却先怀上世子的骨肉 我倒是觉得 这样好得很 世子妃 咱们皇家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 反正现在老家主正在进 吴贤求见长公主殿下 长公主殿下 门外何人在喧闹 这人还在啊 方才我从外面回来 此人就在这儿 好像还是个晖州刺史 灰州 王妃 不知她有何事 一定要求见长公主 若秋 你去找个由头 把徐姑姑引到这儿来 找徐姑姑 彼此知道了 大事不好 小军主她出事啦 什么 下官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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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主殿下并不知情 快说 下官真的不知道 否则 就算再给下官十个胆子 也不敢来府中求情啊 废话少说 到底何事 快说 快说 我女儿阿妩她究竟怎么了 十日前 豫章王妃 在穷华春宴的天约会上 被一伙强人掳走 下官已经调集了 所有能动用的人马 只是 至今下落不明 我先该死 该死 该死 张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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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 再看 那我就挖了你的眼珠 好啊 你来挖呀 你最好把我的眼珠 捧给贺兰珍 看看它是如何奖赏你的 你也配提少主的敏慧 对 我应该叫他畜生 你才是畜生 三日后 我看你死了还怎么嘴硬 把他捡起来给我吃了 你说什么 我说把他给我捡起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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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但是最好把他捡起来 我捡起来 你说什么 上手 我以为他捡起来 靠近海 吃 我看着你吃 小叶 进来 这是少主让我送来的肉粥 少主给的 是 这 这是给他的 滚 看来你们少主还舍不得杀我 三日后 看他舍不舍得杀 三日后的事情我不管 但这碗粥是我的 想喝 让你喝 进 把门打开 进来 给我把门打开 进来 给我把门打开 走 人呢 给我出来 少主 吵吵吵吵吵 让不让人睡觉了 少主 那王妃的房间走水了 走水 先别急救我 马上派人包围整个驿站 是 是 父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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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舟刺事 吴谦到府上求情 被母亲撞上了 母亲听说阿妩被劫的事 就晕了过去 他也已经看了 说需要好生休养 吴谦这够东西 到日间该把他赶出城 父亲 阿妩你走了十来天了 有什么消息没有 有一些线索 应该是往您说去了 我已经派人联络了豫章王 算起来这几日 那伙贼人应该有所行动 消息接到我的消息 应该早有准备 一定能找到你妹妹 可是他消息在大婚的时候 都可以扔下阿妩一个人跑了 他这个时候怎么会救我 现在他与我往事 是同一根生儿的蚂蚱 都是皇爷的眼中钉 肉中刺 如果他再不跟我联合 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 好 世子 这屋子怎么都黑着呀 世子妃呢 这几日桓公在京中 世子妃不时前去别院陪伴 想来今日又去了 家里出这么大的事 他一个做儿媳的 竟然不陪在母亲身边 叫他回来 立即通报我 是 狮子 明儿 再过几日 我会让你堂堂正正地 在我身边 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待我等亲 便是你 牧医天下之事 子律 好了 相信我 我们这是要放弃找郡主了 我们这是要放弃找郡主了 不 我们回京 都水了 有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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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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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不要 不要 王妃 莫犯了 好 属下胡王爷 胡瑶 凤玉招王命 前来营救王妃 王妃莫怕 大王命我二人 定要和王妃周全 是玉招王派你们来的 是 他人呢 大王在宁说 但是大王知道王妃被劫以后 十分焦急 所以派我和胡瑶沿路搜寻王妃的下落 快去哪儿 快 走啊 别让他跑了 是 快去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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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咱们过来 哪有 这边没有 你也得 这边也没有 这边看看 走 别让他逃了 快 别让他逃了 你再后面保护黄飞 我去前面开路 好 别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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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明明 里面没有 里面上吧 我都不信了 咱们逃不了 你来了 准备 诺心图 快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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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诺平 看看 我这有水有水 这边有 你们听到 这边上没关上 是 关上院门 是 诺心图 诺心图 到处都是人 是早会被发现的 那就烧出去 不行不行 他们人太多了 跑不了 没有 这样出不去 咱们谁都跑不出去 你们俩去乘朵子上 到够处看看 是 里面有吗 你们俩听着 和兰真 设了一个圈套 三日后 他要以我为诱饵 杀了豫章王 三日后 大王照尝月兵的日子 别别 所有门子关上 是 是 三日后 我不知道他具体要做什么 但是我知道 他要与医症 高兔不去了 这边没有 名字一决 要把这个消息赶快传回去 你已经知道了 不能放手 王妃 你要干什么 我出去把他们引开 你们之间赶快走 不行 王妃 我答应过他 一定要帮你周全 放心 我对他们还有用 他们轻易不会伤害我的 告诉一张王 三日后 我等他来了 对面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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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留下了暗中保护位 赶紧回去 给他们保险 走 谁啊 我 家主 坏了 坏了 怎么了 闯祸了 这下好了 求情不成 我要闯出这么大的祸 这下死定了 现在小命能不能保住 还不知道呢 家主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 走 连夜走 他是怎么跑的 小爷视察 他放火烧屋 趁乱逃跑 少主 小爷为此差点受伤 招了挺多啊 只可惜 伸手差了点 你可知你这一时大意 险些坏了我的大事 也罢 把他就绑这儿 我看他再怎么跑 小爷大胆 求少主以复仇为重 你说什么 少主 千万不要被女色所谜 耽误了我们的复仇大业 我们等了那么久 死了那么多人 成败就在三日后 亏你还知道复仇大业 那你为什么让他跑了 小爷知错 求少主责罚 小爷 你可不要怪我不体恤 这件事情总得有人要负责 你跑了 他就得付出代价了 索图 在 把他拉出去 废他一条胳膊 这件事情总得有人要负责 你跑了 他就得付出代价了 小主 小主 火是我放的 你惩罚他算怎么回事 再说了 即便是你亲自看我 你也未必能看得住 你倒是开始替他说话了 有意思 好啊 那我就 亲自看你 你 我知道你在里面 是女的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 谁呀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无次使 不会不知道 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现在能救你的 只有一个人 要想活命 就跟我走吧 五千备解桓公 还请桓公 为下官指一条生路 只要能解下官之威 下官愿为桓公 闲还劫草 肝脑涂地 这次我是护不住你 那 那该如何是好啊 有一个人可以救你 谁 这是 你的贵人来了 拜见二皇子殿下 皇宫免礼 二皇子殿下 求二皇子殿下 舅舅下官 这儿 他叫你 一声 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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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 可真是没有善待过我 但凡有任何美好的东西 他一定会在我的眼前 把他毁掉 你说 你要不是豫章王妃 该有多好 或者我要不是贺兰臣 不是你们的仇敌 你还会像现在这么厌恶我吗 你欺辱弱小 迁怒无辜 一心想着杀戮复仇 我怎会不厌恶你 你可知道 我是怎么活到今天呢 曾经在六盘 一般 有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 她高贵地让人多看她一眼 都觉得是一种褻毒 可谁曾想 就在婚礼当天 前来观礼的忽兰太子 因为她的美貌 而心生邪念 互遛小赶 忽兰太子 并违 恶忽兰太子 这位公主 是 此后公主诞下一儿一女 此后公主诞下一儿一女 冒着冰天雪地回到溜盘 找昔日的皇族亲戚求救 可他们 却指着那个男孩马虎 孽中 并且把他们赶了回去 只有当年公主的侍卫长 忠心更肯地陪在他们身边 把这一儿一女拉扯大 可是谁都没想到 多少年后 忽兰太子忽然又派人来 寻找那个男儿 并且把她从她的母亲身边带走 他们不是不认这个男儿吗 因为忽兰王孙战死 没有了继承皇位的人 所以他才又想起来 他自己当年在溜盘做的孽 那个男孩回到忽兰不久 忽兰就与众人开战了 夹载中间的溜盘 因战祸 民伯疗伤 那男孩以死相避 忽兰王才赐予他一切略队 允许他回去救他的母亲 可是他赶回六盘时 六盘已是一片废墟 母亲和妹妹一起 刚才干承 sol 邰 attack 其中间孩子 他那ária的狂针 thank你 这之后母亲的侍卫长 又找到我 带着一帮 侥幸逃出的六盘工人 用我为少主 说什么誓死为六盘复仇 所以 我就成为了你的妻子 复仇的妻子 我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杀再多的人我都不在乎 只是想到 要杀的人是你 我有些不怪我 陛下 慢点儿 陛下 慢点儿 陛下 邂逅传来消息 说宁朔已经布下天罗帝王 只等萧綦身死 虚首就可以拿出秘旨 以亲事的身份 接管宁朔大军 子澹呢 子澹到哪儿了 三皇子殿下 应该在回京的路上 陛下 就这么忍着 什么时候射个头啊 这已经死过一次了 再难 也要熬下去 好好熟悉一下 好好熟悉一下 换件干净衣服 明日 好上路 明日你们要不要我怎样 你别管那么多 昨日你救了我 我欠你一份人情 你要有什么心愿 可以对我说 明日一战 想必凶多几少 你难道没有心愿吗 我的心愿 无非就是一死 你这么不在乎 自己的生命 是上主救了我 他带我回忽兰的那一日 我的命就是他的了 小燕 你是怎么对待 荷兰箴的 我全看在眼里 你全身心投入在他身上 无论他要什么 你都全力以赴 可他又是怎么对待你的 忽来何去 甚至还要断了你的臂膀 我心里有少主这就够了 我不在乎他心里有没有我 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 我们虽然不是朋友 我们虽然不是朋友 但同为女人 我真的希望你能知道 痴心可贵 却不能错付 什么意思 女人是不能活在 侮辱于轻贱之中的 这份爱 你如此轻贱自己 你还不如不要 你说的这些道理 我不懂 但是少主的复仇大业 小燕 誓死要帮他实现 也许 这就是我的名 你不能轻易扔命 你该好好想想 这些道理 远处看去 足以以假乱针 怕什么 为了少主 小燕无所畏惧 不要辜负六盘人的期望 小燕 小燕 必以死相报 你是六盘人的勇士 小燕 小燕 你真美 我们马上要出发了 你真的不怕吗 为了少主 为了少主 我什么都不怕 不管怎么样 我都跟你在一起 早就据一下 时辰到了 锁主 不错 这是七十的诡计 早知道你们有内应 早知道你是个聪明姑娘 少主 切莫无了时辰 这条玉带中装入了最烈性的灵火剧毒 我们只要拉动这条引线激发灵火 三场之内一切都会化为灰烬 从此刻开始 我劝你不要妄动 或许你还可以祈求圣仓 让他助我一举斩杀萧綦 如此便可保你一命 明日之后 若你我不死 我便带你回到草原 你什么也带不回去 等 咱们的计划虽然周全 但是王妃毕竟在他们手中 我是怕 国人 王妃有狐瑶在暗中保护 不会有事的 狐瑶毕竟是个女子 真要动起手来 只怕也难保王妃周全 不如我们再派其认手 念慧大草惊蛇 恐误了大王的大事 华恩以为王妃的安危 是最重要的 刘侍 唯恐泪雨暂时你灵化 时间追逐远去的容骂 若思念上勇雅 为何刻在天下 泪可几情难加 听风哭哑如千丈杯架 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 此曲线已怒骂 归来迎你温雅 谁难舍放不下 等沧海洗尽了千花 与你花千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少繁华 等于海风烟淡花 天涯尽出归家 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 为你我相逢是那一刹马 用一生的步伐 去挣扎去牵挂 终为你已诺而舍别天下 等沧海洗尽了千花 与你花千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少繁华 当沧海 当沧海一千块变化 天涯尽出归家 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 天涯尽出归家 天涯尽出归家